1.老王给二狗开专场 老王和二狗两个人 一个被称为68频道的摄政王敖拜 一个被称为68频道的太子 双方关系一直都非常好 近日老王在直播中也给二狗开启了专场 截图二狗的朋友圈 感叹二狗在朋友圈的高情商回复 2.工地厅成为新的商机 随着法方临时的普及 越来越多团队寻求以工地厅作为点杀推进的机器 梦幻圈子的职业商人们也捕捉到了这个商机 开始打造9技能以上的工地厅 3.要无灵提名无级别女一85万卖出 近闲门服务器新出的150提名双家无级别女一 上架不久便被神秘买家以85万的高价直接顺秒 真的是有前任性 4.新出120集赐伤害戒指 近日又有玩家在鉴定灵事中实现了逆袭 这位玩家轻轻松松便鉴定 出一个120集赐伤害戒指 属性也非常不错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这位玩家可以换辆什么车呢 5.梧桐出三法伤结果尔逝 近日梧桐在直播中再度展示小红手神迹 直接爆出了一样的加成成就 不过可惜的是梧桐所出的灵事为一条三法伤结果尔逝 实在是歪中之歪 三氧目 三能 三氧目